不少人都梦想当发型设计师想到店里实习 但没想到一名女子上网爆料知名连锁法郎压榨公赌生 文章指控小孩到法郎打工一个月下来工时有36小时 其中还有两天工作超过12小时 最后薪资结算只有408元 真正到手的还只有407元 让他痛批根本就是无良企业 太少了 现在基本工资已经到160了 很多公司并没有按照到计划在此 所以有时候就是雇主跟被雇者之间默契 跟一开始沟通上面就要讲清楚 压榨公赌生专业引发争论被指控的店家 则说自己也很无奈 来也是在学习进步的部分 在学习没有学习 学习 学习现场学习单看而已 是来服务客户的 对 因为他也都还服务 而且我们有补贴他一些那个交通的部分 所以407块就交通补贴了 对对对 边家强调407元就是交通补贴 也有照劳基法替工读生申请劳健保 事前也有跟对方说明学习阶段 没有给予薪资 但口头说明看似不成文的规定 其实已经违法 是压榨公读生还是规避劳基法 桃源社劳检处要进一步查证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.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晚宇新闻台 2.0全国际观点